- 欢迎收看《有梗来报》,《熊爱之音》,《来说梗》,我是主持人李明璇 -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来宾,前国民党文传会主委,现在也是桃园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涛 - 大家好,明璇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涛 - 我看到林涛今天在新闻上,作为一个四岁小孩子的爸爸 - 在最近呢,苏贞昌说要办郭彦君,很多孩子走了 - 这一句话明明就是一句实话,可是苏贞昌却说 - 这是一句不实的谣言,还说要就责查办 - 而且那一天呢,陈迟舟还讲说,这句话,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假讯息要罚300万元 - 所以涛哥呢,马上就召集了党内的好朋友 -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前往自首投案 - 真的是炸锅耶,因为身为我们家里都有小朋友 - 而且我们就觉得说每一天都是指挥中心在报小孩子 - 我们很难过,就是小孩子死亡的数据跟重症的数据 - 但每一天这个数据都是我们提供的 - 这事实摆在眼前啊,全台湾的家长都很焦虑,都非常焦虑 - 今天看到郭彦君他在他的脸书写说很多小孩走了 - 其实就让我们心中也觉得说 - 是不是像我家中小孩是4岁吗 - 那我们4岁小孩0到5岁还没打疫苗 - 那我们怎么样面对他反应的准备 - 如果真的真的不幸染疫了,他要怎么样准备 - 这是所有全台湾的家长都焦虑的事情啊 - 而且死亡跟重症的病例都在那边 - 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假消息 - 所以我们其实跟,我也有打给民选嘛 - 然后鼎超,采薇,文元,我们大家还有家凯 - 我们大家都炸锅了 - 因为所有好多选区的选民都反映给我们说可不可以 - 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家里是0到5岁的小孩怎么办 - 那就算是6到12岁也是最近才开始打疫苗 - 对 - 然后才开始出现质疑 - 那个国际上的小孩子的疫苗早就开始打了 - 直到这一个月,我们台湾才开始打 - 而且最过关的是蔡英文他现在很会当文青,很会当网红 - 他只会在点书上面po文,剩下的时间他都身影 - 他如果真的在乎我们儿童的性命安全的话 - 怎么会在4月28号那一天才去签约买輝瑞BNT给儿童打的疫苗 - 对,这不是国际早就已经展示过一遍应该有的应变处理了吗 - 就是好像你知道吗,大家都把考题给你了 - 然后你却完全不去准备答案 - 你就放着让他打零分 - 然后呢,还去投诉外媒 - 然后接受国际媒体访问说 - 新台湾模式是全球的骄傲 - 那这一种话听在台湾所有的家长而理 - 情何以堪,我们能够接受吗 - 我们有的就是超级愤怒耶 - 所以明选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 - 又跑去那个刑警局 - 大家都去自首 - 为什么 - 因为实在是气不过 - 利用那个场合其实不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 言论自由应该被保障之外 - 其实最希望的就是传达家长的心声 - 给全台湾的 - 给这一些政府的官员听 - 到底现在的家长 - 他们希望遇到是什么样的问题 - 所受到每一天的压力是什么 - 所以刚才在那个节目之前也有跟明审聊到 - 就是我们每一天 - 像我们现在虽然行程很少 - 可是其实行程还是一直在跑啊 - 那我们每一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衣服换掉洗澡 - 然后做快筛 - 你是天天做快筛的吗? - 我是有行程一定做快筛 - 所以我几乎是天天做快筛 - 那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 - 你的快筛够吗? - 我的快筛 - 我之前有一支 - 因为我的家人他们去买 - 可是他们不一定有出去上班 - 或是有出去就是... - 他们把他的扣打给你用 - 先借给我用 -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 - 我如果回来 - 就是跑完清晨回到家里 - 我没有快筛 - 我真的是很焦虑 - 因为小朋友就在那边画画 - 看电视 - 然后做作业 - 那我要跟他互动 - 我要跟他一起做作业 - 我真的很担心耶 - 他四岁他没有打疫苗耶 - 我的小孩也才四个多月的啊 - 他更没有疫苗可以打 - 都是一样的 - 而我们的忧心就觉得说 - 为什么这个政府 - 在还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 - 那也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回下 - 就要这么仓促的 - 突然间突袭式的跟大家说 -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 那小孩怎么办啊? - 对 我记得好像是 - 今年一月二月 - 他就一直告诉大家要与病毒共存 - 但是完全没有在准备 - 对 - 就是他一直在让你心里有准备 - 可是他实时上完全没在准备 - 是 - 那我觉得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嘛 - 就是我洗完澡 - 在家里睡觉 - 我是戴口罩睡觉 - 我也是 - 我还戴两层 - 因为你怕小孩子滚过来 - 他就跟你睡在一起了 - 因为我们是一个床是高的一个床是低的 - 你知道我已经神经直到一种地步 - 就是 - 我不只戴两层口罩 - 而且我在我家是狂喷酒精 - 而且我还买了一个 - 菲利浦的紫外线消毒灯 - 我在晚上大家要睡睡早前 - 我把房间的卧室 - 然后书房客厅全部都指消过 - 我才觉得我可以安心睡觉 - 然后明天才可以安心把我小孩 - 从房间里面带出来 - 我觉得我已经神经直到 - 就是我把小朋友的房间 - 当作是一个医院的无菌室在处理 - 就是因为我才刚从月子中心回来 - 家里面两个月 - 那我就把在月子中心那样子的消毒的模式 - 也带回来家里 -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 - 我现在尽量都不要出门 - 我把我所有的节目都在我的家里面的书房里面做 - 可是我的其他家他们有要工作的啊 - 他们也要出门的啊 - 那真的没有办法 - 包含你自己也是一样 - 之前你说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 - 还可以天天有各种行程可以跑 - 那尽量现在呢 - 都是尽量可以减少就减少 - 但是还是有那么个万一我们都承受不起啊 - 对 我觉得民权当然是 - 就是防疫的动作做的最踏实的 - 但我觉得那个焦虑感是 - 全台湾的家长都很焦虑 - 真的很焦虑 - 因为你看哦 - 所以我们完全不了解说 - 前几天就是那个苏贞昌跟陈时中 - 在讲到小朋友的问题的时候 - 那一种好像是 - 怎么会把小朋友的重症跟死亡病例 - 讲得好像只是数字上的小数点呢 - 我找到这张图 - 这个时间呢 - 是在4月21号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 好 这张图呢 - 是记者在询问陈时中部长说 - 陈部长我们五岁以下小朋友的备药 - 有没有准备好啊 - 因为你说他打疫苗的话 - 只有6到11岁耶 - 也到五岁以下呢 - 有没有任何准备呢 - 结果陈时中竟然呵呵笑 - 他竟然笑得出来 - 竟然笑 - 对 他还说小孩子要自己注意啊 - 嗯 - 怎么没有这么无情冷血的官员呐 - 这完全本身是 - 你还是我们的中央疫情中心的指挥官呗 - 结果他指挥了什么 - 就叫大家自主应变 - 然后跟你说你小孩 - 你自己的小孩也要自己处理啊 - 然后大学生的染疫之后 - 在他的宿舍当中没有人可以照顾他 - 然后陈时中也讲啊 - 你都已经大学生了 - 要把自己照顾好 - 那我们要干嘛啊 - 等等 - 然后大家问到说小孩子的染疫数字 - 怎么这么高 - 他说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的case - 就是对孩子是毫无 - 我就觉得说基本的同理心 - 是 - 应该也会让你 - 阻止你讲出这样的话吧 - 能够接受吗 - 没办法接受吗 - 他是打从心里面的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 你们在担心什么啊 - 而且他觉得说我们的台湾防疫呢 - 我们现在还是优等生 - 我们控制得宜 - 每天的数字他跟我们大家说控制得宜 - 我觉得他已经习惯性的大内宣了 - 习惯性的告诉大家假象 - 而当大家要去质疑这个政府的时候 - 就习惯性的说你这是假讯息 - 你这是造谣所以你要罚300万 - 像我们的台湾防疫就是这个样子耶 - 我觉得他已经就是你知道吗 - 他已经完全没有去想说 - 对他来讲这可能是小数点 - 可是对每一个家长来讲 - 一个小朋友是百分之一百耶 - 那个一个小孩子有什么样风吹草动 - 或有什么样染疫的状况 - 那真的是心疼到不行耶 - 很心痛耶 - 所以你看像大概在一个半月前 - 我的小朋友的幼儿园就开始 - 今天突然有哪一个同学没来了 - 他就回家讲 - 我今天我的同学谁谁谁没来 - 过几天另外一个同学又没来了 - 那他没有那个停课吗 - 对后来是就完全在这过程中 - 其实整个都没有通知 - 就是染疫的状况啊 - 他是请假啊 - 还是什么状况都没有通知 - 后来我们就觉得实在是疫情太严重了 - 这大概是几号的事情 - 大概是一个月一个月前 - 就是疫情爆发的刚开始 - 就是大爆发的拉高的那一个 - 那就是四月中下旬那个时候 - 对 然后我们后来决定说 - 就不让他去学校 - 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 因为家里有自主应变 - 对自主应变 - 然后家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 - 就是我老婆的妹妹的小孩在家里 - 那我们自己的小孩 - 我们自己负责 - 但是如果他带回来染疫给其他的小朋友 - 或是大家在家里的那种年纪比较高的长辈勒 - 哦真的承受不起 - 这承受不起啊 - 就自己的小朋友已经很痛 - 然后你又影响到别人 - 这是所有家长的状况嘛 - 是 - 学校如果停课回到家里 - 或是自主应变停课回到家里 - 小孩子谁要带 - 是 这都是问题啊 - 完全都没有配套 - 其实我觉得讲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政府 我刚讲他在没有任何的准备 没有超前部署的情况下 要大家与病毒共存 其实他就是被迫要所有的人民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耶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让小孩子说 你今天就不去上课 然后我们父母都不用上班 然后在家一起防疫 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就是他是必须要出门 可能开一个面摊 然后开一个饮料店 他必须要出门 他有做才有钱 那所以说在这波疫情当中 很多人是迫于他没有办法 他也想要躲起来 他也想要好好保护他的孩子 可是他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在现在大家讨论的很多孩子走这件事情上面 郭彦均他的发文 他也不过就是分享他的医护朋友在描述说 天天都在病房当中救病人 而且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就这样走了 他这个截图的贴文 其实整个从这个脉络来看 他其实就是要传达一个第一线医护人员对医疗现况的忧心 结果却被扭须 然后被掐头去尾 脑骨城说你在造谣说医院引力疫情 然后制造儿童大量死亡的恐慌 然后结果现在整个民进党的网军呢 从上个礼拜六开始到今天都还在攻击这件事情 狂扫 你知道其实郭彦均他的对话里面就提到说 很多孩子走了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到医疗院所的时候 多给医护朋友打打气对我们这两句话 哪里有问题到底哪里哪一点是假讯息 我真的搞不懂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截图当中有写说 好像是从4月5号开始 某某主任就已经开始在忙了 没有办法休息 然后慢慢的延续到说 希望大家可以对医护人好好说话 因为看见这么多孩子走了 真的是很心疼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 只是只是跳 然后也不是也不是跳 就是其实在传达一个 从那个时间来开始 到了现在大家都很辛苦 然后结果这群网军们就开始说 他们跳针四岁 那4月5号什么时候 那一天有孩子死亡 哪有 然后你在那边造谣 我觉得带头的那个王浩宇嘛 之前被罢免的那个 那个市议员王浩宇 实在是有够能写的 就是你抓任何议题来打 你竟然抓一个大家关心小朋友的议题 到底要多能写 王浩宇说要查出那一家医院是谁 是谁 要调查 对 他这个是一个网军头目 因为他这样讲了之后呢 让所有的网友那些 都跟 对就说什么 对啊对啊 你说啊是哪一家医院啊 不讲吗 你不讲就兴趣你就造谣哦 但其实郭彦君只是要保护他的朋友 因为知道一讲出来 你们就要去出征他啦 而且而且这些网军根本搞错重点嘛 故意带风向转移交点嘛 根本不是医院的 不是某一间医院产生的情形耶 所以这是全台湾现在正在上演的事情耶 所有医护人员的共同经历跟新生 共同经历跟新生耶 然后这么多的孩子的死亡跟重症 拿到这些数字你们没有一点感觉吗 我实在是觉得很冷写 而且很有趣是 我真的没办法说 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些 就是觉得很生气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也是一样 讲到真的很气眼 你想说苏贞昌竟然要办 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他竟然不敢查自家的网军耶 对我就说现在台湾啊 小孩子如果染疫很有可能会致命 因为台湾没有做好所有孩子的配套嘛 从疫苗到重症到就医 都没有做好完整的配套 然后大人呢 讲真话就会被抓起来 因为你看只是一个 讲出全台湾很多孩子走了 这样子的一件事实 苏贞昌没有去查 这些打压民众发生的塔绿班网军 竟然可以直接用公权力去恐吓一个民众 而且他是他是真名 然后他用他的真名 他不是那种躲在那种假名后面的 那种塔绿班或是网军或车翼 或是假账号 他是真人 然后描述真的情形 然后他竟然要用公权力说 我要叫刑事警察局去侦办 然后我们的陈时中指挥官 竟然马上跟着说 对这是假讯息 如果再造成全台湾的恐慌 那一定要罚300万 其实他的心态就是不想要让死亡人数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 他想要模糊焦点 希望大家忘记这件事情 对 我看到张图是王宏威议员做的 他说千万别抬头给大家看一下 绿军出征寸草不生 上次是什么 是徐小可跟阿伯这一对艺人夫妻 其实他们你这样回想起他们讲的一点没有错啊 陈时中一直在冷宵 结果讲出这一句话也被出真的很惨 到最后一直三文道歉 然后还开直播连续两三天跟他说不好意思 让人家的困扰 然后再上次是什么 我们常常在看的Netflix的这个平台 小编也只是讲出一个实话 结果也是被骂到要道歉 然后还说我们要深自检讨 结果最近郭彦君这个艺人也是一样 只不过是讲出一个实话 现在就真的台湾的死亡人数每一天都在飙高 一直在创新高 我们现在在 因为我节目是预录的 这个预录的当下今天礼拜天 那今天的死亡人数又飙高了 一百四十几粒 昨天还一百二十六粒 每天都越来越高 真的 我觉得 我在担心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不会又被出正 就是 就是被大量的洗版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不用担心这个 说实话不用怕 就像今天开机会一样 出正如果要办的话 就是要办一起办 为什么我们怜悯 小孩子的这一些大人们 说出实话 要被你们这样子对待啊 难道我们现在台湾要变成一言堂吗 如果联名小孩子要被转 那你就是要把全台湾为孩子发生的人 都要抓起来 而且你看哦 如果今天是 因为我们是 还有发生的管道 那如果是今天一般的家长 一般的民众 被他查办 被刑事警察局或是 真的会不敢讲话了 对 发一个函给你 你就 你就刺死了 你就再也不敢在网路上 发表任何真实的意见了 对 我就觉得现在的政府 他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寒蝉效应啊 嗯 想让大家都闭嘴 就粉饰太平 都好像新台湾模式是 全球顶尖 全球第一是不是 真的 而且其实 就是我觉得网军他们现在 在一直在讲说什么 嗯 这样讲真的很残忍 就像陈时中跟苏贞 这样讲的意思一样 就是说 对 猜几个的意思 还说到底要几个 好像 好像现在的 小孩子的死亡人数 对你们来讲 就真的只是一个数字 但是 老实讲 这件事情不能够用理来讨论的 用理来讨论 就真的太无情了 感性上面来看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宝贝 都是唯一耶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失去一个 就已经嫌太多 不能再多了 而且很多孩子走了 现在有句网友讲的很好啊 80岁的父母 失去60岁的孩子 60岁的父母 失去了40岁的孩子 40岁的父母 失去了20岁的孩子 每个都是孩子啊 每个都有爸爸妈妈 对啊 每个都是家人啊 嗯 然后每个都亲朋好友都在啊 对 失去孩子 失去家人 对一个家庭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小事耶 那是一辈子都过不去的伤痛 所以我要讲说 这趟院长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体会 失去孩子的痛 失去家人的痛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有一点 同理性去体贴 正在经历这些痛的家庭 我觉得就是身为人该有的人性 而且我说真的 嗯 假设以一个感情的面 或是以一个 就是说先不要以数字 不要用理性来想 嗯 这本来就是每一个生命 就是大家亲朋好友 都是家人 都是爸爸妈妈 都是小孩子 嗯 那总是破坏一个家庭耶 一个过世就是破坏一个家庭耶 那如果你要说数字的话 那以现在我们在预录这时候的数字来讲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儿童的数字 会是日本的十倍 会是韩国的八倍 然后新加坡是零 零 就是现在时候是零孩子死亡 因为人家疫苗做得早嘛 嗯 对啊 唉 我觉得到了今天哦 我觉得民进党这些官员 他还没有办法去 呃完全不懂说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天天都是 我在害怕失去孩子 失去家人的那种恐惧当中 对 说实话真的不需要道歉 是这个政府才需要向全民道歉 为什么一个政府防疫会做到失控啊 而且完全没有超前部署 其实我们现在连监督的权力都没有 我们讲出实话 就要被恐吓被罚办 然后还要被网军围剿 然后你们这些高官 却放任这些恶毒的侧翼 到处攻击人 结果现在竟然连我们的政府 都在带头出征人民 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好恶心哦 很恶心 嗯 而且网军是一次就是 大家整批出现 他不会 他不会只有一只 他就是一只出现之后 大家就会压上来 然后让你 让你讲到 像我 像我用我的经验 因为我现在在桃园选举 那他就会 有一些是真的 真的桃园的乡亲 我们看得出来 他就是正反面 有的支持你 有的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点做的 他觉得不满意 我觉得都OK 就是大家给的评价 我觉得我们都是身为 在参选的人 工作人物都是虚心接受 可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就是网军的账号 他的头像是很奇怪 他也没有任何发文 那也没有朋友 对 他就恐吓你 他就说我不投你了啦 我不投你了啦 你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 然后不投你了 你每天都要骂政府 你又没有发现 这些网军他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反传 反传是你的追踪者 然后还讲说什么 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 我以前还很喜欢 现在我觉得你不OK 我不要投你 对对对 我原本是深蓝的支持者 我原本是蓝银的支持者 然后我本来是投谁 然后我现在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乱骂什么的 请问我们为孩子发声 然后希望保障大家的言论自由 这哪里是乱骂 所以现在我们在录的时候 有一份网路线上的民调 又在讲说 到底去针对苏贞昌 用公权力恐吓民众 然后去刑警局 或是替民众发声 这个举动是政治的做法 还是真正有监督到政府 就是说有替人民发声 你知道吗 那个悬殊的差距 头不认同的大概是 2000多票目前 然后认同大家去监督 苏贞昌高达5万多票 所以这个比例同意的就是 97 98 97 对 你就可以看出 你看早上这个数据是 就是针对我们今天早上去刑事警察局之后 包括我们几位台北市 新北市跟桃园市的私议员参选人 然后又把选区的声音 然后把家里的声音 把家长的声音传达之外 然后我们立院党团 也有书记长很多立法委员 包括像万美林立法委员 他是长期关心教育的 他就把很多的教育现场 很多教育的状况发生 像之前我记得他就提到说 因为桃园他很多国小都是超级大大小 然后像中山国小他就三千多个人 那很多的包括很多国中他也是人很多 那等于就像那个林选一样 你现在要身兼导播 然后要身兼就是妈妈的角色 然后又有很多的角色 你知道现在的辅导主任 几乎都要身兼很多角色 他要去拿排队拿快筛 然后他要去发放 然后他要去造册 然后他要去资讯的通知 然后他自己还是也担心自己的状况 自己回去家人去领一些快筛的用品 然后去一些医疗场所 他自己也会怕啊 那每一个人都身兼多职的状况下 压力真的很大耶 我们的你看像那个之前不再讲 美国跟英国 其实像快筛就直接用宅配到家的服务就好 针对一些家庭 然后针对一些小朋友 或针对一些中级收入的家庭 是 你就用宅配的就好了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提到这个快筛 其实之前在炒快筛的价格这么高 到现在也还没有降下来啊 那快筛本来就是应该要便宜 然后要义取的 我想说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直接做 就是投逼式的那个贩卖机 就直接在路上看到就可以买 跟买饮料一样方便啊 结果我们现在都是要人力 然后要去拍 然后要去美颜色 要去全面这样自己买 然后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但是明明就有一些更便利 而且让人民可以用少少的钱 就可以买到的方式 可是这个政府就是一定要定在那个价格 然后而且呢 现在被骂到说 哎你可以国外自己买啦 一个人的扣大有100只的上限嘛 那结果他诚实上就一定要讲这么一句话 他就说可是呢 如果你快筛阳性的话 那医生要给你要 然后你的PCR要证明是阳性的话呢 你必须要拿我本国的EUA认真的快筛才可以 但其实我们从国外买的那些快筛 都有很多国家的EUA 他的重点就是可以测试你是阴还是阳 才是重要不是吗 但是这个政府他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保障他们自己人的快筛市场 对 其实要赚钱 他没有要给大家方便 他要给自己方便 是 而且把很多事情 就是简单的事情把它复杂化 似乎好像就可以有个空间 可以让他们的自己人赚宝宝哦 对 你提到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其实最明显的案例 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那时候讲到说很多国家 都把快筛宅配到家嘛 很多国家都已经这样做了 不管是邮局系统或什么系统寄到家里 就不用每一个邮局 每一次要到开卖的时候 都是中型的群聚 大家排在那边买快筛 然后快筛又超级贵 然后一下子排完 就是一下就卖完了 然后大家排了这么久 又买不到 那快筛本来就是 就是几乎一两天就要需要一次 或是两三天需要一次的消耗品 然后让大家最基本的需求 没有提前准备 然后买不到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价格又比国外 大家可以买到认证过的快筛又贵很多 另外一件事情更夸张 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 新北市侯友谊市长 他不是喊了很久吗 说快筛羊就等于确诊 因为他的理据就是说 很多快筛羊的民众跑去PCR 那PCR的羊性比率高达九成多 那就等于就是说 你其实等于快筛羊 大部分的人就是已经中奖了 那你就应该是要避免他们 再去公开场合 或是做一个大型的群聚吗 群聚是一个问题 而且还会让医疗量能崩溃 因为大家都在排队 然后会挤压到一些 他真正需要急需救援的人 让很多人的黄金救援时间 都被压缩到缩短 对 然后做PCR的人力 跟做PCR最后分析的人力 全部都是消耗 那根本就是让所有的医疗体系 现在已经到紧绷的状况之下 还要让大家产生压力 然后又不接受 是人家讲了二十几天才勉强接受 我实在是 我实在是觉得说到底 所以我们CDC已经浪费了 真正五月份的时间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疫情 真的可以获得控制 但是他们好像似乎 像我觉得回想起来 这个月当中所发生的 所有一切 我感觉他们是想要刻意的 让这个病毒 赶快扩散出去 那杨将主张是讲的比较绝 他就说他是以小人之心 度这种小人 他就说呢 他们就是故意要让病毒 扩散出去 因为年底要选举 早一点扩散 早点达到高峰 从高原期趕快把它结束掉之后呢 下半年还可以再做造神的运动 你看那个陈时中 大家网友不是在讲吗 他已经急着要去选举了 所以赶快要把整个疫情做 就是那个确诊率拉高 赶快来做一个与病毒共存 他才可以赶快去选举嘛 那如果你没有心坐在那边 你就赶快请辞吧 你现在请辞就跑去选举了 你干嘛坐在那边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每天在那边讲一些 完全没有配套的做法 然后讲一些废话 然后所有的家长在家焦虑的半死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个月以来的表现 他好像就是一个人身体坐在那里 但其实他心思已经不再要做防御 因为你看他这么想要选台北市长 然后他不断去想说 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时机 好的良辰及时可以出来 然后呢 赶快民调把他救回来 还是可以出来选台北市长 他才会讲出一些 小朋友什么 现在脑炎的这个比例这么高 我不晓得这case这么多耶 不晓得耶 哪有这么多可以做的措施 这么多的专家 地方指挥官们都在跟陈志忠做建议 他都要想很久 然后是说这个涉及专业 我们要再来讨论一下 到时候都是证明那一些建议都是该做的 应该要早点做 他就是要浪费时间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说呢 有数据显示说 现在发病七天 死亡高达四成三 发现问题在于什么 给药层层关卡 这就是CDC的作为 对 给药给太慢了 而且很多像大家之前在说的清冠一号啊 然后那个 一些特殊的慢性病才能用的药 都没有提前准备 然后你准备了辉瑞 可是辉瑞针对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他不一定可以使用嘛 嗯 那你准备 你这些都是要提早准备的啊 嗯 然后后来我记得 我记得我们大家都喊说 那个叫做 西韦 哦 瑞德西韦 瑞德西韦 对 你看瑞德西韦 喊了多久 你要提前准备 嗯 结果你到最后 你才匆匆忙忙的去加定加购 如果你先定 先发放 是不是就不会造成大家的染疫这么多的重症 或是死亡了呢 其实我这阵子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小朋友 他发高烧 那当然 家长看到小孩烧到40度41度 大家会心急 而且那个烧是没有办法退下来的耶 喝红药水 喝紫药水 然后到最后不得以用比较重的那个塞剂 可是这些用药 它其实都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到最后不得已去了医院 结果呢 碰到医生都会讲说 你的小孩子没有昏迷 就没有办法让你来主缘 意思就是说 你们就是要回家自己自主应变 那么医生最后开的药 也是跟药局买的红色药水 紫色药水一模一样 医生嘴跟你说 这个现在的状态就是 你要自己用物理降温的方式 就是让你的孩子不要再发烧 剩下就靠他自己痊愈了 那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 这个政府它一直都没有做好超前部署 我们连新冠药物的库存都不够 那不够的情况下 医护人员他们只能够对于病人的用药 是从严审核的 所以以至于本来就应该要用药的人 他只能够被迫的等待等待再等待 因为也必须要把这些 比较资源很少的药 去给那些更严重的人 但是其实你知道我们台湾的重症 在我的美国朋友讲 说台湾重症的那种症状 基本上都已经病入高荒 可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那么我们的中症 其实都已经是重症的程度了 这就是官僚杀人 官僚杀人 我们刚才讲的真的 如果提早买瑞德西韦 真的真的很多慢性疾病的人 真的有可能可以及时抢救回来 他的性命 完全没有提早准备 其实我觉得像这几天 有很多的家长私讯我 他会讲说 就是他有看到我们这几天 在帮郭彦君发声 他们说真的 谢谢你们帮所有家长发声 因为刚才讲到 那个小孩的医疗配套的问题嘛 另外一个就是 你知道大家都在想说 现在大家都小孩子在家里 吵得半死 就是教育的问题啦 就是说大家 还有婚姻可能也会出状况 就是家长他陷入一个就是 担心小孩子的健康安稳 然后又担心他的教育跟不跟得上 然后在家里又造成就是说 他20小时要陪小孩 就是多重的压力合在一起 就变成现在父母的压力 真的而且我的小孩 因为现在才四个多月的 然后我们最近就讨论到说 哇这个疫情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因为他基本上 我们不会大家出门了 那也不可能让其他的小朋友 哥哥姐来我们家可以跟他玩 想说哇那如果他到了七八个月大 可以准备要认人了 那会不会有 会比较有那种就是分离焦虑 或者是认人的那种情况 会不会比正常的小孩 都还要来的就是敏感一些些 因为毕竟他现在的生活方法 就是只有爸爸跟妈妈 他的世界就是 他的世界的全部就是爸爸跟妈妈 对所以我觉得 在这两年出生的孩子 真的是好可怜喔 很可怜 你看之前我们有时候 会争取时间六日 就是带他去哪里走一走 现在不行 对现在只是带他去旁边的公园 都觉得说 我们去买那个吹泡泡 而且还要等没人的时候 对 他能够在那个公园吹泡泡 然后跑来跑去 我们就觉得 哦这已经是 能够出去透透气 然后最大的享受 而且现在小孩 是没有办法看到大家 口罩底下的微笑 大家都戴着口罩 哦天哪 我不知道这个疫情 什么时候会结束 而且现在这个政府 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这就是新台湾模式 各种都是新台湾模式 因为台湾模式 就是什么都别做啦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 让涛哥继续来分享 马上回来 哈啰 欢迎回到悬外之音来说梗 我是主持人李明玄 为什么突然间衣服都换了 然后画面也变亮 从晚上到了白天 我们前面一段呢 跟林涛有将近三十六分钟的 连线之后 不小心在收音的部分 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只好忍痛 放弃最后一段 跟他的连线画面 这边呢也特别 跟林涛说声抱歉啦 因为现在在疫情当中 没有办法 只能够做远端的连线 那么也是让我们 有个来报的观众朋友 可以有一些 视觉新的新鲜感跟刺激 我们希望这个疫情 可以趕快的得到 真正的控制得已 陈志宗说控制得已嘛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还是很严重的状态 不晓得这个高原期 会持续多久 我们希望呢 疫情趕快过去 那我们可以趕快回到摄影棚内 那把来宾邀请到我们棚内来 然后同时呢 也期待可以开直播的那一天 因为现在呢 我们都是用预录的方式 那么直播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在线上 跟大家互动啦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呢 讲到现在呢 民进党说新台湾模式 那么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 确实也是新台湾模式啦 因为碰到了疫情 现在难免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民进党有他们诡辩的新台湾模式 现在呢 是谁质疑的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就要罚办谁的新台湾模式 诶 这两年多啦 应该常常看见吧 这个政府只要发现 有监督的声音越大 就会说这是假消息 要罚办要罚300万 两年前中天被关台 这两年多以来 多少人在脸书上面发的言 都会被网军出征 我们再上一次 我看这张图喔 上次呢是艺人徐小可跟阿伯 他们开了直播 那么就跟大家讲说呢 奇怪 陈时中他就是在冷宵 这么多的家长看见这个政府 对于小朋友的上学的政策 说变就变 搞得非常的乱 那也不过是讲出很多家长的心声 但没有想到陈时中就直接说 就被批评说呢 他们这样讲 是完全不对的 结果就被伊德网军出征到最后隔天 马上又开了直播要跟大家道歉 徐小可还在哭啊 在上一次呢 Netflix 他不过就是在他们的粉砖上面 贴文说呢 你看快筛世纪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 然后后面永远排不到的我 就是用一个图的方式 然后来暗讽说 台湾的快筛缺火 然后大家都要排队买快筛 结果也是惨招洗版啊 然后还被伊德那些网军们 还有一些呃 侧义们直接的公开说 哦 洋联要退订 诶 如果连全世界最大的影音平台 都低头道歉 还说要向全台湾的人民 哦 说他们要深自检讨 如果连全世界最大的影音平台 他们都会被我们的网军出征到低头不敢讲话 那请问还有人还有多少人受得了网军这样子的攻击啊 现在郭彦均他的发文 也不过就是讲出来医护人员的心声 刚讲啊 他的整个截图的脉络就是非常明显的 是在传达一个说 今天医护人员非常的辛苦 从四月初开始忙到现在 天天都快承受不了 天天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染疫死亡 越来越多的小孩就这样走了 希望大家可以善待医护人员体谅他们的辛苦 讲出这样子的实话也要被出征 讲出实话就要被苏贞昌 亲自由政府带头来出征 而且陈时中在那一天还 直接紧接着苏贞昌院长所说的话 说假消息造谣要罚三百万元 我记得有一首歌呢叫做 《伊是咱们的宝贝》 是民进党他们在选举造势的时候很喜欢放的一首歌 常常是赚人眼泪的一首选举歌曲 这我觉得非常讽刺的是 今天选前你是我们民进党的宝贝 选后之后就开始诡辩出 请问要死几个才算多啊 这个政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血 冷血到我觉得现在就是应该要全民要站出来革命的时候 陈时中他还讲说防疫执行面的地方做不好就要中央来承受 这个是他今天所讲的话 来看一下 执行面方面呢做不好就由中央来承受 哎喊自主应变的人是你 你叫大家要自主应变 叫大家要自生自灭 然后呢碰到记者询问你说 5岁以下的小孩子的用药备药准备好了吗?成部长 因为只有6到11岁的孩子才能够打疫苗 他们才有疫苗的保护 那5岁以下的小孩怎么办? 我的小孩怎么办? 林涛的小孩怎么办? 你们家5岁以下的小朋友该怎么办? 结果陈时中进来讲说他呵呵笑耶 他进来笑出来讲说小孩子自己要注意 从头到尾喊自主应变的人是你 从头到尾叫人民自生自灭的人也是你 然后呢甩锅给万华的人也是你 结果你陈时中唯一的承受方式就是跟大家讲说 好吗?我负责吗?我负责 你负什么责啊? 所有那些因染疫而死亡的那些台湾人民 你要怎么样负责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回复回来 我觉得陈时中你们真的已经毫无良心了耶 今天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有了党性之后 连人性都没有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今天很多孩子走了 他就是一句实话 他是一个事实 今天事实的真相已经够可怕了 今天每一天都是六到八万九万的染疫人数 死亡人数也是天天在破百例 真相很让人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你们这一些想要掩盖事实的政客 今天刑事局 行政院呢 完完全全被刑事警察局给打脸 好 你们刚开始讲说呢 这个是境外势力的认知作战 诶? 礼拜六呢 你们这样讲 好 刑事警察局过了两天之后呢 直接公开的打脸书贞昌 表示说郭彦均的发文是代表对这个社会的关情不属于造谣 所以他不是个假消息 好 按照苏贞昌你们蔡倩甫的标准 请问三立跟明氏不是认知作战吗? 当被刑事局打脸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转出征人的那种策略 就他想说没有没有我们我们没有说我们没有说郭彦均是造谣 也没有说要办那个要去查郭彦均都是内容农场的错 就开始把它导向内容农场 诶 但是你三立跟明氏是你们率先转贴新闻的诶 5月25号郭彦均发文说很多孩子走了 但是25号的那天白天三立新闻是率先转贴新闻 然后到25号的下午 你们就开始说有19个农场粉砖来转贴新闻 如果你们这么想要诡辩想要应变的话 那我们就来认真讲这个时间 当这一群绿色的王军他们自以为抓到了失利点 认为说郭彦均的截图跟医护人员朋友的那个截图说 某某主任在4月5号开始开始忙 忙到现在快承受不住了 那请问4月5号到底有哪个孩子死亡? 第一例子是从4月中学才开始的 他们就这样子应变 好那我们就来变啊 25号凌晨郭彦均发文 但是在内容农场还没有转发的时候 三立跟明氏就已经率先转贴新闻了 请问你行政院 为什么现在你怕了? 因为现在呢 民意的潮水行要淹过你了 然后就开始说 没有我们没有要查郭彦均了 那我要问一下 请问三立跟明氏 先说内容农场 就是你们所谓的19个那个粉专 在转贴这则新闻的 你们不用被查吗? 你们不用被罚办吗? 你们不用罚300万吧? 现在的新台湾模式呢 就是谁要监督政府 谁说出实话 谁质疑的蔡政府就要被罚 这是新的台湾模式 儿童的染疫问题到底严不严重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今天很多孩子走了 郭彦均讲出实话的这一件事件 为什么引发这么多家长 甚至是引发这么多台湾人的重怒 已经不分蓝绿了耶 因为生命的安全跟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政府想要模糊焦点 想要掩盖事实 甚至直接带头去出征 说出实话的人 如果今天怜悯孩子要被你们罚办 那么苏贞昌 你就应该要把所有为孩子发生的人 通通都抓起来 从上个礼拜六到今天 事情一直在发酵当中 有不止上千 已经有上万的网友们 在网路上面转贴很多孩子走 苏贞昌院长 每一个转贴 每一个打这一句话的你都要办吗? 今天每个人所痛心所愤怒的 就是我们是言论自由 一直来号称我们言论自由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这算什么民主自由啊? 这算什么民主进步啊? 今天讲出实话就要被你们罚办 结果这个政府 对于现在这样子的疫情 失控到这种地步 还在狡辩 从头到尾 从来都没有想要认错过 从四月开始 本土的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五月底了 这个政府始终没有出来道歉过 很多的补救措施 各个县市的地方指挥官 也有非常多的专家 都在讲说给很多的建议 但是这个政府始终就是不听 然后呢 现在蔡政府说 六都要设大型街总站 说要为了要 这是要米平大家的民怨嘛 他们想要证明说 有啊我们有在做事啊 蔡英文到四月二十八号 才想到说要帮我们的小孩子 买辉瑞BNT的疫苗 4月二十八号才签约 他还可以大言不禅跟大家讲说 儿童的安全是他心里所在乎的事情 然后他到上个礼拜 就是这几天哦 他才发完想说 他看见很多家长的焦虑 看见很多家长的忧心 事情都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多少的小孩子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去当小天使了 你蔡英文总统 你身为总统的人 你现在才发现家长们的忧心吗 结果你们为了要米平民怨 然后出了这个白痴的政策 六都设儿童的大型街总站 你知道问题很多吗 现在问题是很多的家长在安排预约去诊所 去学校里面施打 那请问你设这个大型街总站的目的在哪里啊 而且你设了大型街总站 到了现场都是一堆人 小孩子去那不是又要造成互相的交叉感染吗 而且到底蔡政府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医护人员的心声啊 你在坚定这种大型的街总站 你都没有考虑到地方基层医护人员他们的工作量吗 今天侯友宜市长不断的努力提高居家照护的比例 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了 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提供限册给蔡政府 希望中央可以好好的推行到地方去 快筛阳势同确诊也是喊了一个半月 到了这个礼拜才真正的将快筛阳势为确诊 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因为快筛阳性后来跟PCR阳性的比例 已经高达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是吻合的 代表说我们现在用快筛 如果出现是阳性的话 那么你去了PCR阳性的几率有百分之七 九十七以上都是会是阳性的 那如果我们早点可以把快筛阳势为确诊的话 就不会有一堆人测到了快筛阳性之后 全部都冲去急诊室 为了只是要先等到能够PCR而已 有一堆的人确诊之后 他可能已经很严重已经中症了 需要得到积极的医疗救治 就是因为这个烂政策 这个政府始终没有正视问题的重心核心在哪里 让一堆人挤破头去了医院急诊室 累坏了医护 然后也让非常多的人错失他们的黄金救援时间 这是我们蔡政府的德政啊 他还真的认为那是他的德政耶 你们去看看蔡英文总统每天的发文 好像活在平行时空当中 到了现在已经5月31号了 他还在活在他的元宇宙当中还没有回来 医护人员的心声他们没有看见 没有听到 全台湾的心声他也没有听到 还在讲出疫情控制得以这种蠢话鬼话 然后还讲说呢 你们讲出事实 讲出实话 讲出事情的真相 诶 就是造谣哦 我们现在的最大党民进党 还要抓造谣耶 他们自己可以造谣别人不可以说真话耶 这真的不愧是我们绿色权威的蔡英文大政府 最好笑的就是 他们每一次造谣完之后 就开始转移话题装没事 我再讲一次 很多孩子走了 很多老人也走了 很多年轻人也走了 哪一句话不是事实 请问苏贞上哪一句话不是事实 陈时中你还要罚300万吗 这三句话我也问蔡英文总统 请问你没有看见吗 到了今天 你们还没有为了你们 造成现在台湾疫情失控 来向全民道歉 说实话 我们不需要道歉 该道歉的人是你蔡英文总统 是你们所有蔡政府的官员 最应该向全民来道歉 为什么一场疫情 你们说超前部署 可以让疫情失控到这种地步 从年初开始大家都在建议说你们确定 不要好好的控管一下入境的状况吗 入境的人数不断的在攀升当中 你们放毒耶 在没有任何的万全准备底下 你有跟医护人员沟通过吗 你们突然间发现说 这个染疫人数可能会陆续增加 就开始跟大家讲说 国外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共存什么啊 你连快筛都没有准备好 连新冠药物的库存都没有准备好 连医护人员 他们的医疗量能 有没有谈点好都没有 就叫这些医护人员 赤手空拳直接上战场 辛苦的是医护人员 更辛苦的是台湾染疫确诊的患者 现在有非常多的人把这些怒气 发在医护人员身上 生气说为什么排队排这么久 为什么我的孩子等了这么久 你们只告诉我说 请你回家自主应变 当然医生不是这样讲 医生是说 请你回家用物理降温的方式 想办法让你的孩子不要再继续高烧 然后结果顶多拿了一个 在药局可以买到的红色药水 没有其他的了 所有的孩子发烧到40度以上的时候 见到医生 等了好几个小时哦 终于看到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只说那么一句话 每个孩子都是高烧40度以上 你的孩子如果没有昏迷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住院 因为也没有病房让他住 结果陈时中竟然还可以讲这种话 说空床率50% 医生都说了 没有病床可以收 所以今天你的孩子没有昏迷 没有生命危险 没有下一刻 可能立刻就会休克的情况下 就请你回家自主应变 就是因为这个政府错误的政策 错误的制度 只能够让这些医护人员们被迫 对于所有的患者 只能够说 除非你下一刻你就要休克 我才能够救你 剩下的就是 你就好好照现在的制度吧 因为必须要PC 不然我没有办法证明你是确诊 我没有办法给你药物 然后当你需要药物的时候呢 医生说不好意思 第一次我们用药只能够从严省和 因为我们药也不够 只能够给 只能够给那些重症的人 那你是清症的 不好意思你就回家吧 自己买普拿藤 自己去药局买成药吧 结果我们大家去药局买成药的时候 发现都缺货 5月上旬 每一个人是要去买普拿藤 都用抢的 然后买小朋友的退烧药也是用抢的 在大台北地区 人多的地方很多药局都是缺货 后来陆续随着疫情蔓延到中南部 连在高雄 我人在高雄 我跑了好几间的药局 都买不到 我就要问 请问这个政府 你让我们大家自主应变 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要怎么自主应变呢 这个政府就是这个样子 我再说一次 今天很多孩子走了 就是一个事实 请这个政府好好正视真相 好好地做补救措施 不要再每天带着你的绿色滤镜 看所有的事情 今天引起民怨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民调 这么在乎选举的话 就好好地把人民的心声听进去 还有陈时中 如果你这么想要选台北市长 就赶快请辞 我们换一个专业的人来领导好不好 当初二三月的时候 陈时中一直在管我什么时候 哪一个良辰机 是要出来跟大家说 我要出选台北市长了 结果那个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防疫政策 你们知道是多么的离谱吗 不止入境没有被管控好 不断的放病毒进来 结果呢 我们所有的大型活动照样举办 庙会活动照样举办 所有的餐会照样举办 选举活动照样跑 在选举的时候 还是可以办很多的募款餐会 然后呢 同样禁酒 就算每天的染疫人数 看起来有陆续增加 但这个政府始终 在做松绑的政策 结果呢 他们洗脑台湾人的模式是什么 就说 国外的趋势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是要与病毒共存 是啊 大方向是这个样子啊 但是我讲了几次了 美国德国他们 有这么多欧美国家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在那里了 他们当要把这个政策做松绑的时候 要跟全民说 OK 我们政府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快筛都准备好了 都是免费要发放给大家的 而且还有 还有投币式的快筛耶 而且还有非常多是免费提供给人民使用快筛的国家 还有医护人员 他们所有的那些医疗量能 所有的药品全部都盘点好呼吸器各种都准备好了 口罩也都足够 所有可以与病毒共存的条件 这个政府是非常谨慎的盘点好准备好了 然后问问看所有在第一线的医护人民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政府准备好了 OK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战胜病毒 但我们国家不是耶 蔡英文大总统他们不是这个样子耶 他们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与病毒共存 就是国际的趋势 这跟过去他骗大家说 要与国际接轨的方式 就是要吃莱猪吃盒食 结果现在说我们要放病毒进来 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方式 跟着上潮流啊 一点都不好笑耶 今天你们这么仓促 这么随便的 就让病毒共存 不只成人老人 这么多的成人老人都走了 小孩子这一点配套措施都没有 今天很多孩子走了 就是个事实 蔡英文政府到了四月几块五月的时候 已经有孩子走了 她才想到要帮我们台湾的孩子们买疫苗 这是我们政府耶 我要鼓励大家继续在你的脸书上好好的勇敢发声 说实话不用怕 说实话不用怕 今天这个政府会这么的阿把 就是因为我们放任他 大家不用被他们恐吓而害怕 这个政府要被制衡 就是要我们人民要勇敢的发声 下个礼拜二同一时间 有梗来报 玄外之音 见 我们同样时间见 希望大家可以呢 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 梗传媒有非常多 愿意讲真话的人 对这个政府发出最强力的监督 我们下礼拜一见 拜拜